看一下 基本上說要把這個圖層做扭轉 扭轉 然後 有旋轉的效果 另外有風動要兩次 另外要加陰影 所以基本上這一題 會用到扭轉的濾鏡 風動效果濾鏡 還有做這個陰影的樣式 OK 也就是說讓我看起來 要有那個好像有陰影的效果 所以這一題的話可能會又多了一些效果出來 另外的話還要做什麼放射狀模糊 之前我們有用到一個叫高濕模糊 不過這一題是放射狀模糊 另外還要需要什麼 調整版面尺寸 所以特別注意這邊會用到版面尺寸 他這張圖可能本來是好像640x640 不過要把高度改成 560 也就是說 上面部分要裁掉 那裁掉的方法蠻多的 不過最簡單方法就尺寸改一下 矛點往下方就可以了 最後的話就是把那個 字的部分做描邊 那也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有幾個效果 他提供給我們的圖 分別是第一張是這個 這個要做出的效果就是 有沒有發現 旋轉有沒有 所以 而且旋轉 你還要旋轉的是 順時針方向的旋轉 所以這樣的方向旋轉 另外要配合風動的效果 風動濾鏡 有沒有 另外要做陰影的效果 這個可能要 待會 可以的話先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 自己找到功能把這個效果做出來 當然 我發現同學都等 等著 跟你 如果你 我如果沒有告訴你怎麼做 你好像就不會做 那這樣不行以後 如果假如 剛好人家要的效果 你要自己能夠找到答案才對 OK 這樣比較合理 以後 不是說 每個東西都有答案的 你不是說等的答案 你自己可以 把這效果也許裡面找到 如果找不到沒關係 我們最後再來看 這樣也加深的印象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發現 這邊有一個背景圖 不過這個背景圖 跟完成的圖 最大不一樣 你會發現背後那個模糊之外 他還有一個旋轉模糊 其實就放射狀模糊 所以之前的高濕模糊是 一般 就有點像那個景深 背後模糊掉 不過這個還不只背後模糊 他模糊的情況是旋轉 有沒有 配合這個旋轉 最後的話他會給我一張 這個字 這個字的話呢 我要能夠做完結果 能夠把這個字 最後放到這個完成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 他實際上就是描邊 有沒有 描那個 白色的部分 不過這個白色部分的話 做法 你如果應該會想到 那個102題裡面那個什麼 宋春有沒有 有點像 宋春有點像 不過宋春是什麼 黑底白字 這個是白底 黑字 會做出類似效果 其實也可以 不過這一題 如果用之前的做法 好像反而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 去調整一下 他的樣式就可以了 OK 所以基本上 會有幾個地方需要做 反正 1就是這個圖 2就背景 3就是這個字 所以 1 2 3 分別完成 也許請各位 先把檔案先打開 可以的話 先試試看 按照題目要求的 先試做看看 來 另外一樣 這一題也是做變化題 反正變化的方方法 就是 也許 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換個方向 換個顏色 換個 效果 反正就是讓他不一樣就對了 至於要怎麼不一樣法 反正我講過了 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創意 另外 透過你的創意 可以多學習 Photoshop 其他功能 多了解 多熟悉 幾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反正做出來就類似長這樣 可是後面為什麼是 黑的 因為有陰影 陰影效果 所以他題目裡面就是要我們照著這個方向方式做 要透過扭轉 有沒有第一個 第二個風動兩次 OK 為什麼要兩次 那感覺就是要比較很像風吹過 所以風一定不可能一次很強 一定可能有強有弱 所以兩次一次強一次弱 這樣感覺會比較柔和 再來設定陰影 陰影可能要長得像 最後完成的檔案 所以123 我們先完成 1 首先的話 我們把這個 恢復好了 Ctrl Auto 把它恢復 OK 所以第一個先開啟這個圖層 那 開啟這個 這個圖檔 然後圖層的話 選擇圖層1 先利用那個 濾鏡裡面的 扭轉效果 扭轉 扭轉裡面的話 記得喔 他有 好幾個角度喔 OK 不同角度有不同的效果 那其中的話呢 記得因為我們這張圖是順時針的 所以如果你往那個999 左邊的話是 會變成逆時針 所以我要順時針的話喔 就要這樣子 OK就類似這樣 另外加跟減啦 會有不同的效果出現 不過這一題好像不需要改那麼多啦 你不要說一下放太大 效果會怪怪的就100就可以了 Def也許有個變化題 你們自己再玩玩看 因為 不同的那種 扭轉效果 做出來效果就是會有不一樣 你也可以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按確定 大概先轉成這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變化就是換個顏色 然後換一個扭轉效果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OK 就類似 這樣子 他沒錯 應該是沒有 100% 他沒有在做其他扭轉效果 接下來第2個要做什麼呢 第2個他要我們做那個 就是 風洞 風吹過的樣子 風怎麼吹過的樣子 這邊濾鏡裡面喔 會有一個叫風格化 風洞效果 那特別注意喔 一次強烈 風一定是一次強 他不會一直 台 也不是台 颱風也會先強再弱嘛 對所以 風 從哪個方向吹呢 你不要看錯方向喔 有沒有這個風應該是 從哪個方向呢 應該這邊吧 所以左邊喔 你不要吹右邊 那方向就錯了喔 不過變化體你可以自己變化啦 左邊右邊上面下面都可以喔 風洞效果 然後我們從左邊 一次強烈 OK 強烈 然後呢 再一次 就是比較輕微的 OK 風洞效果 一次比較輕微的效果 晃動會怎麼樣 晃動變這樣 這個可能太強 龍捲風吧 OK 然後輕微的效果 OK 不過感覺好像輕的 感覺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看不太出來 再來的話呢 你會想說背後怎麼好像有黑色的 實際上這個黑色的陰影喔 你不是自己去調顏色喔 當然你也想說那如果用以前的方法你可以怎麼樣 陰影的話你可以複製塗層有沒有 複製好一個塗層把顏色變成黑色的 然後放後面 也可以啦 不過太麻煩了 最簡單的方法是怎麼樣 你就直接在這個圖層上點兩下 記得點的位置喔 請你點這個小說圖上點兩下 它會跳出圖層樣式 這個圖層的 樣式 特別是隱藏功能喔 這個功能還蠻重要 以後喔 可以透過這個 點兩下 跳出這個叫圖層樣式 可以做很多的設定 包含陰影 內陰影 光 暈 內光暈 等等的 哇好多喔 而且顏色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設定陰影的話 非常簡單 只要什麼 打個勾 陰影出現 還有內陰影跟外陰影 我覺得他好像應該有內陰影喔 OK有沒有 然後呢陰影的效果呢 你可以再到 陰影這個地方 游標放這裡喔 去調整他的間距 跟他的展開 還有他的尺寸 這些都可以調整 另外呢就是他的顏色 預設是黑的 如果你要 灰的或者是說其他顏色的陰影的話 也可以改變喔 OK所以 也許後面有一題喔 你們也是自己在 把那個變化 提自己變化 這些東西我們先 按照題目要求 另外一題的話 就是自己再改一下 那裡面有哪些地方 陰影的部分 我把他兼確 大概改20 有沒有發現 他就出來了 OK 然後呢 展開大概 15% 15% 15好了 當然你可以再多一點啦 不過也不能太多 太多感覺會 太奇怪了 哇 出來了 變這樣子了 這個陰影也未免太怪了 因為他 太多了 千距 所以怎麼樣剛剛好 請各位參考 完成答案當標準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大概 因為 這個實在要調得非常細 尺寸的話也是一樣 預設是5 你看 這個好像太多了 整個都黑掉了 這個感覺 有點像 那個日全時 日全時 OK 那這邊大概 5個就OK了 另外 內陰影 看需要調了 如果不需要調 就用於是按確定就可以了 陰影調一下 我大概調這邊 這邊大概展開15 我大概 對一個值 其他不透明 這個我想 自己在針對 題目去調整 另外呢 甚至這個角度 也還可以調整 100 那這個其實 題目裡面沒有要求啦 不過以後 如果你要做影像 你就是要做合成的時候 你要讓人家看不出來破綻 最好還是要看一下光源 你不能說 那個照片裡面的光是從 從左上 到右下 結果你的那個陰影的角度 卻不一樣 那你就很容易有破綻 所以 一個合成照片 要能夠成功 還要在兼顧陰影的部分 OK這個可能要自己再 再去試一下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 1到3 這幾個題目 123 那後面待會我們再來看 456 放射狀背景部分 還有裁切 最後把字 換成 外面描邊字的效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OK 所以這個地方又多講了 要塗層樣式 記得塗層樣式 在塗層的那個小說 圖上 點兩下 會有陰影的效果 這陰影效果很重要 因為以後 如果你要合成的非常的接近的話 記得也要把陰影的 部分考慮進去 如果你這些都考慮進去的話 以後你那個 PS 就是你那個 合成的 效果 就會幾乎沒有 這個 這個這個 破綻 OK 試一下 好